好,我们来谈一下泡步线 泡步线是什么?当我们一个球朝一个角度丢出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速度,速度就是这一个长的 那丢出去的时间,这个状况下它会产生两个作用力 一个是向上的,因为我们的方向是向斜上方 一个是水平的作用力 我们要算出这两个力,我们才可以算出球是怎么去运动的轨迹 那球的运动轨迹它还受到一个什么?重力,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是第一球的地心引力是往下 好,那这两个力怎么算出来? 事实上这个力就相当于我们S轴的作用 这是Y轴的作用 所以这一条我们在三角形里面叫斜边 这个是什么?对边 这个是零边相邻的 跟斜边相邻的叫零边 跟角度相邻的叫零边 以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叫对边 这个叫对边 这是有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回来我们的Squatch这里面 我们的球 假设我们要让它这样飞出去的话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变速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低心引力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加速度 你要把它叫低心引力也可以 好,这低心引力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全部的角色都套用 那我们再加一个变速 这个角色建议就是 只适合某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用分身来做 所以不同的分身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速度 所以我们出来的话 第一个它有它的速度 球出来它有一个速度 另外一个是什么? 它要有一个角度 也是这一个球的 再来 它每一个时间它都会有一个 像右边的S的变量跟Y的变量 就是水平的力跟垂直的力 它随时都在改变 所以我们还要用一个变速 X 还有一个变速是Y 好,那当我们按下空白键好了 我们让这个球怎么样 定位到猫咪 直接定位到猫咪好了 直接定位到猫的位置 然后产生一个分身 产生一个分身来发射 分身产生完最后运行完会删掉 那产生分身之后 怎么动作? 那它必须要有一个变速的量 就是它要有一个速度 它还要有一个角度 它还要有一个角度 它还要有一个什么? X 它还要有一个Y 这四个数决定它刚开始的第一个 然后怎么样? 它会运行 运行到什么状况下呢? 运行到这个球掉下来 掉下来我们用它的坐标来判断 当它是小于多少的时候 我们要复的150 我们掉到差不多 假设这里我们会做一个地面 会有一个高度 我们复150 我们把它的Y坐标 小于150的时候就结束 把这分身删掉 那中间呢 它 X一直在改变 Y也一直在改变 那S是一直往右边走 所以我们要去算出它的字 好,我们的速度假设 我们刚开始出来的速度是20 好,速度是20 那加速度我们要先给它 加速度 一开始我们的加速度设成-2 好了 实际上这个值是多少 在地心引力来讲 它是-9.8 那考虑到我们的效果 如果你是9.8 一下就掉下去了 因为看不到效果 所以我们先把它设-1 或者-2 来看会比较好一点 好,接下来速度是20 角度是多少 假设我们角度是30度出去 那我们前面讲X是什么 X是要去运算 谁的值去乘以谁 它是一个什么 X是cos cos的什么 角度 然后 拿谁去乘 拿它的速度去乘 这个是X 再复制一个 那Y呢? Y是什么? sin Y是sin 所以Y是sin X是cos 那 X一直是改变 每个X一直都在变 Y它也在变 可是Y还多做一个什么? Y还多一个 Y还多一个重力的 太多一个加速度 然后才去改变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发射的时候会怎么样感染 它就这样飞出去 刚开始往上 刚开始往上 然后下来 那我们可以调整 整个角度 我假设是60度会怎么样 它是角度往上高 那我速度如果是25 它飞得更高一点 飞出去 从猫这边飞出去一个 飞 这样往上往下 这样我们就达到做一个到一个泡物线的做法 那中间当然你可以做不同的改变 那你也可以说我把角度跟速度 我不在这里设 你可以在哪里设 我们可以利用变数 这边直接用滑感来做 这边用滑感来做 那你可以在xy就不要显示了 好 角度来做 那你可以随时去变更它的值 比方说这是20好了 0到20 角度可能要更大一点 角度我们可以设到180度 0到180 因为如果可以往下 上面往下 然后球的速度 你可以自己调 假设我们到30好了 好 我们自己调 球的速度我们调到这样子 9 那角度 假设 90度是向右 垂直向右 我们来试试看 好 接近70几度的时候是很平的 好 有没有 它一下就掉下去 这速度不够快 速度快一点 好 角度小一点 10度 那就斜斜的 好 这样你就可以去做一个 抛物线的 球 弹道发射出去的一个感觉出来 好 对